Hello 大家好 我是Mike 最近很多回流或新移民的人士 落地後跟我去看樓 跟很多客人都看過很多樓 我很多客人都有一些 criteria 有些人比較喜歡 屋大 屋大 不介意舊 另一方面也有些客人 就是喜歡一些比較全新的屋 比較Modern的屋 大約預算是200萬以內 究竟在200萬以內 Richmond 可以找到什麼 DETAGE SINGLE HOUSE 今集跟大家看看一間 全新的一個獨立屋 大家最近看新聞都可能留意到 因為銀行加息或其他市場因素 導致到溫哥華地產的市場 可能有一些調整 究竟在今天2022年的8月 可以200萬買到什麼呢 在Richmond會不會有更多的貨源給大家選擇呢 今天跟大家看這間屋的Lost Size 有3568呎 闊有33呎 而深有119呎 室內面積有2126呎 這間屋會有4加1間房 亦會加到一個訂書房 三個半次的 新屋的間隔通常比較開陽 這間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客廳、飯廳和家庭 都在同一個空間裏 是一個長方形的設計 這樣的話就更加省位 當然最重要的是 新屋通常很注重樓底高 因為樓底對空間感是相當之重要 所以這間屋亦會有9呎樓底 平時我們看到一些新屋 可能甚至會去到9呎半 10呎都不出奇 但舊屋很多時候都可能8呎左右 就已經盡了 色調方面和設計方面 亦都是有一些分別 包括它做了很多牆之間的Molding 亦都做了假天花 顏色亦都會是 差不多全部都是用最淺的顏色 白色原因 都是因為 為了空間感是更加強烈的 我們說回這個Living Room 究竟有多寬 它的寬的尺寸是11呎3 因為我們畢竟這個Lock 我估計它是 一個大的Lock 就斬成兩個Lock 去建兩間屋去買 33呎 室內空間只可以建到這麼多的尺寸 大家都需要留意這一點 但是在這裡也可以放到一張 雙人座位的梳化 在這裡空間感也不算太差 接下來和大家在前門出去看一看 門口出來是我們的前縣 向著的是向東邊的位置 所以早上光線會比較涼好一點 前縣亦都有一些空間給大家種花種草 但大家留意一點 就是這裡是Sipson North的位置 這個區域 它是對著一條大街的 平時經開這條路 大家開車可能至少都是在開60公里左右 當然裡面的玻璃做了隔音的標準 都是根據City的標準 例如玻璃是會有雙層的玻璃的 那外面當然是收到音 現在都挺大聲的 那些車速的聲音 但是如果在裡面究竟怎麼樣 待會和大家在裡面的房間裡聽一聽 會不會聽到外面的聲音 另外一個新屋主打的feature 通常在living room旁邊都會有一個study room 一個home office 因為現在通常很多人都是work from home的關係 但是家裡有一個書房是一定不少的 給主人辦公或讀書的 然後進入裡面就是dining area 這張桌子是一張長桌子 可以放到六人座位 我覺得如果勉強再加長一點 都可以放到八人座位 如果你的家庭比較大的話 那旁邊這裡也有一個family area 對著一個電的火爐 這個位置可能是家裡比較常用的位置 但是如果平時有小朋友的話 可能這個區域就會被小朋友霸佔了 做一個play area 講到小朋友就自然跟大家提一提 這裡是Sipson North的area位置 它的校區是叫做Hughboy的 如果說secondary school Hughboy的分數中規中矩不算非常好 在Richmond來說 但是它那個校園的環境非常之好 非常之多的一些室外的空間 足球場等等 這間學校的體育的科目 都是挺優秀的 加上它的IB program 所以都導致到 它都很受Richmond本地人的歡迎 來到它的kitchen位置 我是挺喜歡它的廚房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有幾個字可以形容它 就是 麻雀衰小五臟俱全 怎麼這樣說呢 應該要有的呢 它都有的了 那外面有一個雲石的countertop 前面也會有一個island在這裡 吃早餐的時候 有兩口子也可以坐在這裡吃 重要一點就是 在新屋的都會有的地方 就是它的中柱 那中柱就是我們 尤其是華人 喜歡就是鍋氣的 那在裡面 就會當然有一個明火煮食的 四爐頭的countertop 中間還可以grill東西的 還可以做燒烤 而上面呢 就是一個櫻花牌 比較強烈一點的一個抽油煙機 那就不怕油煙會出去了 那旁邊也會有一個Double Sink 這裡的Sink 是一個Double Sink 外面那個是星高升 which is 我又認為是挺predical 因為你裡面很多時候 哇 那些油煙 那些油的東西 那些greezy的東西 在這裡用完了 還要有一個 carburetor在這裡 那我覺得 又是 值得抵讚的地方 而後面這裡 還會有一個 LG的小雪櫃在這裡 所以前面已經有一個 French Store 大雪櫃在這裡 打開給大家看看 LG的雪櫃 French Store 旁邊兩邊可以放東西 還可以製冰的功能 也可以針凍水 下面這裡 也會有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freezer 外面就是用電爐 電爐是一個 四爐頭的Frigidale 可能有時候晚上做些輕食 或者六個麵 都可以在這裡用 上面也是一個 Microwave 是用Samsung的 如果說說焗爐 就是在中柱裡面 那個 明火煮食Cooktop 包上的焗爐 都是用Samsung這個牌子的 另外一點我喜歡這個廚房 就是它有兩個大窗 可以向著後院 那小朋友在外面玩的時候 自己在煮飯 也可以看著他們 而我們的中柱 也會有一個窗 那看來這邊 它也裝了Surveillance 是一些Security camera system 買屋的時候 就會包起來給你 現在我們就走樓梯 上一上去上面 看四間房 看到樓梯之間 也做了一個D頭位 包括就是 它一個不鏽鋼的扶手 旁邊也會有玻璃的 通常這些用的物料 都會比較貴 比一般的 可能木 也會比較貴 下面也會有一些夜燈 我覺得也都是 挺細緻的 那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它也會上面 會有一個窗 在樓梯的Staircase 顯得更加光亮 一上來 就會是一個 平排放的 Washer & Dryer 打開給大家看看 就是非常之大 那麼 Full Size的Samsung洗衣光耳機 上面也有些空間 可以放給大家 躺一下衣服 或者裝好架在這裡 躺一下衣服 那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這些就是它那個 HRV先鋒系統的System 那這個就是它 全屋的Vacuum System的機器 上來上面 房間的分佈 就是左右兩邊 各有兩間房 當然在我現在的左手邊 就是主人房 那跟大家進去主人房看看 主人房的空間都非常之大 可以放到一張Kingsize床的 旁邊放兩個Night Stand 是沒問題的 那這裡是向著後院 後院是向西的 大家屋是有冷氣的 所以夏天的時候也不會怕熱 而暖氣呢 它全屋也會有Radiant Heat 即是地暖的 那冬天的時候 腳仔都會很暖的 那旁邊這裡有少少的窗台空間 給大家擺一下東西 那其實我自己為什麼覺得 這間屋是不錯的原因 就是因為 應該有的東西都有的了 現在進去 我們的套廁那裡 就先看看 有兩個的箱洗手盆在這裡 中間也都有一定的空間 有一個比較大的Shower Tops Shower Tops 旁邊也有一個位置 可以坐下來 慢慢地洗澡 也有Rain Shower在上面 打開裡面 我也看到 它這裡是做得不錯的原因 因為我看到它上面也鋪了磚 這樣的話 如果那些蒸氣升上去 也不會怕 因為潮濕會對房子有更大的影響 所以我都覺得 它應該做的事都做得非常之好 那我們再去那邊 跟大家看看那個Walking Closet 那女主人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Walking Closet 那我們的Walking Closet 都不小的 都有多少空間放東西 都置時有兩邊 可以放到大家放東西 也都安裝了入場櫃 那跟大家看看其餘的三間客房 三間客房都有自己的Closet 但是它們三間房就會共用一個客廁 那三間房的尺寸 一間就是8尺7乘以9尺10 另一間就是8尺11乘以12尺 而第三間就會是9尺3乘以10尺 剛才答應過大家 就是我們上來上面 聽一聽的聲音 那我們現在就在其中一間客房 對著就是大馬路 上到來 我們看到外面 車都不少 那今天是平日的下午時間 大約是2點左右 雙線行車 車都行得很快 在這裡你說我聽不聽到聲 我說聽不到 就假的 如果我在窗旁邊聽 我就會聽到聲 但如果譬如說 我想做我自己 坐在床上面去聽 我都聽到的 我都是聽到的 依然聽到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在看一些向著大街的樓 而關心 究竟會不會影響自己的情況之下 給個建議大家 可以選擇做一個second showing 第二次看樓 選擇在晚上的時候 再來一個翻看 當然也要遷就 屋主或是listing agent 他們的時間 不可以太晚 看了先就會比較放心 來到後院的空間位置 後院確實不是說真的非常之大 但都至少有些空間 給大家看一看草地 亦都可以在這裡做燒烤 亦都安裝了一個電插頭 而我剛才為何說 4加1間房 現在就跟大家看看 因為這個空間 這塊地是有一個 Laneway House 究竟Laneway House是甚麼呢 其實Laneway House 是Coach House的一種 基本上就是一間屋 它的一個延伸 但亦都是它自己獨立的 是一個detached的 通常是會有分開 就是City的一些requirement 它的長度和闊度 要適合這個requirement 再加上它的area 森林各方面 才可以做到這一種Laneway House Laneway House 最好的當然就是 你亦都可以多了一個空間出來 出租又可以 做一個mortgage helper 或者是可能小朋友 大過了需要多些空間 或者可能另一個延伸家庭 就可以讓他在這裡住 現在跟大家去看看 這個Laneway House 這個Laneway House 室內面積是有496呎 而裏面又有一間房 一個廁所 一個kitchen 是完全獨立的 而自己亦都會有洗衣乾衣的 現在我們上去看看 剛才我說的那間屋 麻雀雖少 五臟俱全 那這裡更加麻雀 更加雖少 五臟更加俱全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它應該有 都有了 它有一個自己的廚房在這裡 都有一個不鏽鋼雪櫃在這裡 亦都會有一個cook top 和oven在這裡 旁邊還有ditch washer 這個ditch washer 當然就是比較細部 就身一點 但是至少可以用 還有double sink 在這裡 這個廚房還有窗 我們這邊的空間都不小 就是一個living room 在這裡 也會有自己少少的露台 可以讓大家休息一下 對著都是後軟 比較安靜一點 而去到這間房也不小 可以放到一張queen size床 旁邊再放兩個床頭櫃也可以 而旁邊也有一個closet 所以基本上空間 是比美一個一房的空間 一房condo的空間 當然 為什麼我們要走上來 原因是什麼就是 這裡的樓下 就是我們這間屋的車房 跟大家也去到車房看看 這裡就是我們的雙車庫 這裡可以拍到前面 兩輛車是沒有問題的 而我最喜歡的一點 就是旁邊 是會有一個level 2的charging 這個也是新屋才會有的東西 舊屋的話 可能你真的要找technician 去看看 究竟怎樣可以加EV Charging 而後面這個位置 都非常之深 這裡其實可以做一個gym 健身房 或者可以做一個workbench 當然也可以拍第三輛車 其他的用途 你就要自己想 我只是給你們一些idea 好了這間屋 大致上和大家看到差不多了 現在就和大家總結一下 我認為這間屋好和不好的地方 首先好的地方 我都提了三次 就是麻在需小 誤狀俱全 相比起一些可能三百多萬的大屋 有的東西 它都有 包括中柱 房間的數量也不少 還有一個Laneway House 平時我們見的大屋 都叫做Legal Suite 它都有的 雙車庫 甚至有EV Charging 這些都有的 我覺得是非常之不錯 加上它的Location 都在Richmond 大家都比較喜歡的一個Location 在Steven North這一帶 它的學區都算是不錯 如果說到它是不好的地方 我都要挑剔一下的話 當然就是它向著大街 視乎大家對聲音的敏感程度 聽一聽 究竟會不會對你有很大影響 這個要注意 第二當然就是它本身是由一個大Log 變成一個兩個的細Log 所以它的闊度就會窄一點 33尺 但其實相對於很多分高華的Standard Log 這個已經是Standard的Width 價錢方面都是說200萬以內 在說可能幾個月前 這些房子一出來 可能基本上都已經賣了 但是它依然在市場 這次也推薦給大家去留意一下 當然新屋的話 沒有住過 很有可能要給GST 詳細的資料 關於稅項資料 都是問回專業人士你的 稅務律師 或者是你的會計師去查詢核實 接下來我們也可能會帶大家去看 可能差不多價位 最高級最豪華的Townhouse 在Richmond這一帶 或者如果你想我看 其他區域的Townhouse 或者其他的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想我看什麼 介紹什麼 當然喜歡我們頻道 記得like我的影片 subscribe channel 按鈴鐺 如果你在找差不多類型的屋 或者當然有其他類型的屋 想找我幫忙 也都非常樂意幫忙 都是那句 加我的WhatsApp 或者WeChat 上面有電話號碼 旁邊這兩邊也都有我的WhatsApp 和WeChat 掃一掃的QR Code就可以了 我就會隨時為你效勞 我們WhatsApp 或者WeChat 或者電話見了 拜拜